哈喽大家好 本期在绘本上新食物视频 想要拍摄的是镜头前的这一款 发行于1986年的立体机关绘本 那看这一个画风呢 大家想必并不陌生 没错 这就是一款来自于 库巴石塔的立体机关书了 那翻开绘本的第一页呢 就会由这样的一幅海面场景弹跳出来 那因为这一款绘本呢 是86年发行的保存不易 所以呢 难免会有一些使用的折衡啊什么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通过食物视频观察一下 对日常正常的使用欣赏 拍照拍视频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些小折痕 那在这个页面中呢 会有两个小人 可以拉动一下机关的 他的机关呢在这个位置 上下拉动 就可以看到一个 类似于围巾一样的人吧 确实是围巾人 吹起了手中的号角 那旁边的一位呢 是埃及人 故事文本呢 都在绘本的下方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看一下下方的故事文本 英文版 欢迎本的下一页呢 我们将看到的是这样的一艘 立体的船只弹跳出来呢 这一艘船只呢 其实在扑巴斯塔的大多数立体作品中呢 已经出现过挺多次了 特别是这一座 十字船帆的一个景象 好像是围巾人的船吧 欢迎本的下一页呢 我们将看到是一个暴风雨的夜晚 远处呢 还有着这样的一座灯塔 画风呢 依旧是非常的写实又可爱 那在这边呢 右下角有一个拉动的机关 拉动一下机关 我们可以看到船呢 就在海面中的大风大浪中 海面的大风大浪中呢 就翻腾了起来 那前方呢 可以看到救援的船只 那这边的救援人员呢 也是可以通过拉动机关呢 达到一个 动态的效果 它呢 嘴巴里呢 吹着的是一个小鸭的救生圈 下方呢 已经有一个获救的男孩子了 那角落位置呢 是看得到一些 库巴什塔的作品痕迹 那通过翻页绘本呢 我们也将看到 那个立体弹跳出来的船只呢 就越来的越先进了 现在看到的这一艘船只呢 就更加的 近现代了 然后前方呢 还有两只小艇 绘本的下一页呢 将会向我们展现呢 是这样的一艘 类似于游轮一样的 大型的船只 以及在这个页面的右下角 有着一个小小的拉动机关 就是这边的小狗 是可以拉动的 狗狗嘴中的咬着绳子 绳子呢 是连带着 这样的一位小船员的 上面的这一个大吊车呢 也是可以上下转动 调节位置 就是搬运货品的 那绘本的最后一页呢 向大家展现的是 之前所有的页面呢 都是电影公司拍摄的 关于船只的电影 那在这个页面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呢 有着滑着疲伐艇的 两个船员 以及这只可爱的小猪 那这个疲伐艇呢 是可以通过拉动 触发他们的机关的 拉动机关同时呢 前面的船员呢 就开始努力的滑着奖了 那与此同时呢 也来到绘本最后一页 可以看到绘本的一个发行年份 1986年 好了 那本期的一个绘本商 新食物视频呢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哦 感谢观看